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关注、评论、点赞、投币 我也在今天更新的视频中 抽取两位审视 充足两款榴莲限定皮肤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我王主要中 现在已经有104位英雄了 每个英雄都有属于 自己相对独立的背景故事 以及不同的技能机制 今天我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一见看了一个粉丝问我 峡谷中哪个英雄最幸福呢 看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 那么本期 当然大家一起看看 峡谷最幸福的五位英雄吧 首先第一个 李白 李白这英雄上的一个老牌大英雄了 我觉得他幸福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他不仅颜值非常高 技能很飘逸 最关键的是 李白带过的妹子 估计比乔鲁班挨过的打折还要多吧 而且李白应该是 最受女生欢迎的大英雄了 用他牌位带女孩子上分的话 是很容易脱端找到对象的 并且最近在体验服 李白还被片面给加强了 第二个 圆哥 圆哥是峡谷里面操作难度最高的英雄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圆哥非常幸福吧 因为你如果玩圆哥玩得非常厉害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花钱买皮肤了 想玩什么皮肤的话 直接用傀儡变出来就好了 一分钱不用花 就能够体验全皮肤的感觉 这难道不比李白带妹还要幸福吗 第三个 凯 凯是一个爆发商业非常高的英雄 特别是有了大刀的凯 能康能打 所以就有了凯迪这个外号 凯幸福的原因也是很简单的 还没有结婚 就有了很多的脆皮儿子了 全部都是被凯开起大刀之后 达到福气的脆皮 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叫小鲁班的英雄 应该是被凯示的最惨的吧 第四个 孙悟空 孙悟空可以说是天美的亲儿子了 不仅皮肤非常多 而且几乎很少被削弱 当然了 这也是我觉得猴子幸福的一个原因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 在峡谷里面 他居然有两个女朋友 其中一个是露娜 还有一个就是白晶晶的 至尊宝喜欢露娜 白晶晶喜欢孙悟空 你们就说羡不羡慕猴子吧 第五个 亚瑟 亚瑟作为王者荣耀的开服英雄 可以说是王者荣耀最古老的英雄的 相信细心的玩家都已经发现了 无论版本怎么改动 游戏图标一直都是亚瑟的头像 算是王者的标志性英雄的 每天打开游戏 都会看到亚瑟这张脸 不过在以前的游戏图标是赢阵的 相信只有老玩家才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亚瑟也是非常幸福的 各位小伙伴 你们还觉得哪些英雄非常幸福呢 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就点个关注 拜拜